伊朗新就職的總統魯哈尼 在星期日呼籲與西方對話 緩減與伊朗核項目有關的緊張關係 魯哈尼星期日在議會議員 與外國政要前宣誓就職 他說他作為總統在神聖的古蘭經見證之下 在全國人民面前向萬能的真主發誓 要保衛伊朗的官方宗教和伊斯蘭共和國 以及伊朗的憲法和法治 魯哈尼在演講中呼籲停止伊朗 因拒絕停止他涉嫌的核項目而受到的制裁 魯哈尼說 致力於看到國家繁榮的伊朗人民 在和平與安全的旗幟之下 在選舉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伊朗人民 不會因為制裁或者戰爭的威脅而投降 與伊朗互動的唯一途徑 就是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對話 建立互信、互相尊重、緩減對抗性和攻擊性 魯哈尼保證要打擊互拜和各種形式的歧視 他說伊朗人民通過投票箱要求 改革、變革和繁榮 在六月份的選舉中 64歲的魯哈尼輕易擊敗了他的保守派對手 為了緩解國際社會 因伊朗核政策而對他實施經濟制裁 去保證要實行較為猶勝的外交政策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白宮發言人卡尼在幾個小時內作出回應 他說如果伊朗對參與是嚴肅認真的 美國準備與魯哈尼的政府合作 好 一間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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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